各位导演好,我是清末舒金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届万灵之虚的实况 那么这个活动确实是比较无聊 因为刚出 我也是想提出一些我关于这个活动迭代的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现有的一个规则 首先中间那个大圈当中有金木水火土 五个灵宝 然后的话我们夺取了灵宝以后 我们身边就会围一个圈 也像我上次说的这个同宗修饰的话 在里面每15秒钟就可以获得积分 但是这个圈是不是 我个人认为是不是设计的有点太小了 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就跟不上就掉出去了 然后之后这个活动就是像类似小鱼吃虾米贪吃蛇一样 就一直是去吃这个灵气 追这个灵气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个灵宝 如果说你主动放弃的话 是100秒之内是无法再去占这个灵宝的 然后也是同时无法去占有两个灵宝的 同时只能有一个灵宝 之后我们就是也是在寻找 因为这正道服人也比较少 找到了一个一宗的 拿着这个灵宝的修饰 那我们看了一下 击杀了以后 加这个1000分 1000积分也是正常的 那么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可能击杀这个修饰 会给的这个分数像是非常可观的 然后其实我就是想提出一些建议 就比如说你可以设计一下 我也说了跟魔兽世界当中 空魔之海的战场比较像 对吧 你可以随着你占领领导的时间越长 对吧 吸收里面的灵力 你的人物的球体可以越变越大 甚至给一些攻击力上面的增益 对吧 或者说防御力方面的简易 对吧 带的时间越长越脆 但是攻击力越高 这样的一些设定 慢慢的迭代 这个游戏 对吧 可玩性也会更强一些 行 那接下来都比较无聊的 我们最后再去看一下奖励 奖励方面的话 其实跟之前我们看的也差不多 这个目前的话 还是属于是 洒洒水的这些奖励 就是比较 也可能是测试 后续咱们还不清楚 OK 那本期视频内容就这些 后续这个活动会怎么样改进 那up主也会持续关注的 谢谢大家耐心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